安判俊三先生 閣下起去年12月告靖國神社參拜 以引起國際間一片紮爛的聲音 据知1978年該神社的甲級戰犯後 日本皇室已再沒有這個神社去參拜 前日你卻冒著天下的大不偉表示 繼續以首相身份告靖國神社參拜 如此明目張膽與世人 包括日本人的良知為敵的行為 是前所未有的據人類文明的踐踏 對此我的感覺強烈的憤怒 不是悲憤 眾所周知靖國神社是供奉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國軍國主義侵略 甲級戰犯的地方 這幾被處死的甲級戰犯 在侵略戰爭中領導甚至 教唆日本皇軍 在中國屠殺了三千多萬的中國人民 他的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 和苦子手 他們苦子手和沾滿了人民的鮮血 而各下卻不被嫌疑 向殺人的兇手去膜拜 還強調中國是日本手上的責任 這些年輕 這些輕率而惡劣的舉措 加強了日本國的人頭上 實在令人恥難 做了這幾違反人類公義的事之後 安倍晉三國下 還厚顏無恥地去靖國神社 為向死亡者表示 不要再次為戰爭的慘惡 而讓人類控府的決心 實情是靖國神社 這是什麼人呢 是侵略戰爭引發者 和一些遵從政治指令 而被迫出戰的犧牲者 這些軍國主義的隱藏 是其他本身 今天主張侵略戰爭的正確方針下 運作組織 在神社內 有歌頌侵略戰爭的國物館 和神風格工隊的訴訟 代表日本人 在這個祈禱祈告和平的手上 簡直是輿論國民 和欺騙世人 而言世人的限制是雪亮的 安倍晉三你的歪理 在國際間是沒有市場的 在日本國內 在日本國內 亦有色之事 為之不齒 快慎國神社 只會進一步造成 中共和日本人民的甲膜 傷害兩國人民的感情 妨礙了兩國民間的交流 更不利於地區和平的行為 我們要求日本 必須盡快矯正這個錯誤 犯法是立即停止告靖國神社參拜 他承諾保持和平憲法 日本政府為戰爭罪行 向中國人民正式借罪 履行戰爭賠償責任 並與軍國主義劃清界線 打斗日本軍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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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必失救於賠償 日本必失救於賠償 安倍晉三可恥 安倍晉三可恥 拜靖的神社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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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們今天兩日 就將軍國主義旗 和日本的公約旗 和安倍晉三一平 消毀它 打斗日本軍國主義 打斗日本軍國主義 鴨級殲反 鴨級殲反 死有如故 參拜靖的神社可恥 參拜靖的神社可恥 安倍晉三見鬼去怕 戰爭最後 不容抵賴 鴨級殲反 鴨級殲反 死有如故 參拜靖的神社可恥 參拜靖的神社可恥 安倍晉三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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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斗日本軍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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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必須道義賠償 日本必須道義賠償 戰爭最後 戰爭最後 不容抵賴 不容抵賴 鴨級殲反 鴨級殲反 死有如故 死有如故 參拜靖的神社可恥 參拜靖的神社可恥 安倍晉三見鬼開放 安倍晉三必須道義 謝罪道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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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無庞大 日本必須道義賠償 日本必須道義賠償 鴨級殲反 鴨級殲反 死有如故 死有如故 參拜靖的神社可恥 參拜靖的神社可恥 安倍晉三必須道義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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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倍晉三可恥 打倒日本軍國旨 日本必須賠償 簽證盡量 不容抵賴 甘級自分 死有餘過 安培最深堅決於霸 安培最深惑來 打倒日本軍國旨 打倒日本軍國旨 日本軍出釣魚來 戰爭作用 不容抵賴 甘級自分 死有餘過 參拜靖國神社可恥 安培最深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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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日本軍國旨 打倒日本軍國旨 日本必須賠償 日本必須賠償 甘級自分 死有餘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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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有餘過